各位今天審查刑法的部分有關條文大方向基本原則我支持 等到時候主條再來進一步討論 首先要問蔡部長 再不到七三小時就要投票 那請教部長這一波查氣會選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部長可以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希望這一次能夠公平的選舉 那嚴加的防範會選跟暴力 同時也要嚴查這個假訊息 那特別要注意到有沒有境外資金的介入 這都是我們一個工作的重點 那全國的檢警調聯都是全力以赴 而且在最後的這個階段都部署完畢了 我們希望照我們原來的目標全部的嚴加的來查查 好 謝部長 我看華部發布的新聞稿跟各地方檢查署的發布的新聞稿 我也看了 那本席也是強力肯定檢調查的相關績效 那我的理解是 我也看了你們的相關新聞稿了 查查的會選的基本原則就是第一個行政重力 第二個是有文必查 有據必辦 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是 是 確實純如委員講的 我們一定會保持行政中立 而且對於違法的會選暴力或是假訊息 還有境外的資金介入等等 我們都是嚴加查查的 好 那就是我們國民黨團也開了幾次記者會 在這裡問過您了 就是新北市民進黨候選人林佳龍 他透過計程車司機要發放現金 而且計程車司機在發放的時候還講 就是說你即使不貼這個廣告 不貼的廣告也可以花給200或者500 那請問這個個案目前的情況有沒有在辦 有沒有跟你提到的所謂行政中立 有文必查 有據必辦的原則相符合 是 跟委員說明齁 那這個個案在有人提出告訴告發之後 我們新北地檢署都已經分案在查了 那我想他們也積極在收證當中 那會不會等選後再辦或者選前會處理 這個就要看承辦的個案檢察官他怎麼認定 他對蒐集證據的狀況如何 如果證據很明確確實有違法事實的話 當然會依法來處理 那在時間點都要由承辦的檢察官來判斷 好 我希望真的能夠行政中立 有文必查 有據必辦 那不能辦人不辦立 辦小咖不辦大咖 我這樣要求合不合理 我們是確實也要求承辦的檢察官 不能只就表面上的證據來認定而已 應該往上溯源 有相關的共犯或是有相關的關係人 有涉及到犯罪都一定要辦 部長 真的大咖 檢調敢不敢辦 沒有所謂敢不敢的問題 我們只要證據齊全 證據認定是有犯罪協議 就會依法來辦理 好 謝謝 那目前查查會選的情況 哪些地區比較嚴重 總長有做一個了解 包括高檢署的張檢察長 他們都有到各地去督導 那有一些地方確實是比較嚴重 他們也加強能力的一個部署 要求二省的檢察官也下去來協助 包括調查官也是派駐到各地來協助 所以我想他們都會針對地區的狀況 做一個適當的人力分配 來強化查會 那就地區來講 南部的情況比較嚴重 北中南他們都有一些重點地區 不是說只有南部或是只有中部或是只有北部 甚至東部離島 他們都有一些重點地區 好 這個問題請教你 就是離選舉不到七十五小時 萬一有發生暴力 或者是影響選舉的重大事件 檢調會怎麼處理 我們為嚴加的防範 當然事前一定要掌握訊息 那如果真的發生了 一定會強力的來依法來偵辦 那事後一定要追究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拜託全國 大家一定要冷靜 然後來平和的來完成這次的選舉 好謝謝 基本上我支持你剛剛的這些說明 最後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指揮中心跟衛生部確認 確認說確診不能投票 那你認為這個 因為法務部是所有行政機關的法律顧問 假設各部會有法律問題都會請教法務部 您認為確診不能投票 這個在有沒有違法有沒有違憲 確診這部分是專業的啦 醫療的專業啦 我們法務部沒辦法從這方面來做判斷 但是如果他要來立法 到底要不要讓他投票 要怎麼投票 要法律上如何的訂定 那我們會提供法律的意見 好 那因為你講得非常謹慎 但是衛生部長你認識嗎 是我們都是在 他講得就沒你那麼謹慎喔 他公開講喔 確診不投票 不准他投票是不違憲 對這樣的講法 您有沒有評論 有沒有違憲 當然這個要由憲法法庭去認定 那如果憲法法庭他要遵循我們法務部的意見 我們也會經過研議以後 提出法制上的一個意見 那憲法法庭你也知道是在司法院 他們所負責的 所以對於這一項 那當然他 學部長有他的專業考量 那是從醫學上的專業 那法制上的專業 也許我們就可以提供意見了 對 那您對您的同僚 如同你講的他的專業是在醫療 他當然還有考過律師 對不對 但是就他發表這意見 部長你認為合不合適 我沒有看到他全部的說明的內容 那當然如果他有差的考量 我們也許尊重 那如果將來要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來表達我們法務部的意見 他真的不合適 他怎麼可以評論說 確診不能投票沒有違憲 好 謝謝 來 部長你認為 學部長這樣的評論 這樣下結論 郭米洋你要看嗎 那個跟委員報告 那當然因為現在看起來 社會上面對這個問題 有一些的爭議在 那站在司法行政的這個立場 如果將來會有 憲法上的案件的這些爭議的話 我想司法行政的立場 是不適合在這個時期點去表示意見的 那因為可能 這個是我們的法官倫理有這個要求 那將來可能會有案件會細數 那現在如果表示意見的話 將來的那些司法行政的公平可能會被受質疑 所以當然他們 政府官他們所表示的意見 我們只能尊重 那將來 現在我們不適合在就這個問題表示任何的立場以上 好 郭部長我也不回覽你了 有沒有違憲誰的權者 如果有案件的話 當然由憲法法庭去做裁判 那除了憲法法庭以外 其他的人 其他人我們沒有辦法去提憲法庭的決定 對 薛委員部長 是不是大法官 他如果說正他個人的看法 那他去發表他的意見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限制或怎麼樣 那這是他的 等於他政務官的立場 他去發表意見 那個後面我想請問他是不是大法官 他當然不是大法官 對啊他不是啊 他可以發表這個意見嗎 我想社會上面對於各個公共議題表示意見 我想我們都尊重 那將來 將來如果有案件的話 終究還是要由大法官去做裁判 對 我問了嘛 全責不在衛福部嘛 不在衛福部嘛 但是我們這個薛部長真的是 撈過屑 撈過屑 剛剛薛部長也不敢表示意見 你也不敢表示意見 結果我們的薛部長 就表示了他沒有違憲的意見 這個非常奇怪 不是他全責 撈過屑 還下結論 還下結論喔 我希望下次真的有細數案件 大法官不要聽薛部長的意見喔 會不會聽他的意見 當然大法官就給予案件有他們自己的確信 我想不會受到任何外界的影響 好好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護民黨